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经常需要处理大量的信息 例如电子邮件 社交媒体帖子 新闻报道等等 同时 我们还需要解决跨语言沟通 文本翻译 语法交对等问题 这些任务 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让我们感到疲惫和焦虑 如果没有使用AI工具 来帮助我们处理这些任务 我们很容易陷入信息的混乱 和无效的工作中 那在今天的视频中 我将向大家推荐三款AI工具 相信它们能够为你的生活 带来更多的便利和乐趣 在影片还没开始之前 在这里想介绍给各位伙伴们 我们的AI工具列表网站 已经上线了 网站名字是叫做 AI Zoo AI动物园 目前已经收录了超过1000个AI工具 分类类别也有50多个 你们可以免费注册一个户口 然后看到喜欢的工具 可以先收藏 日后可以更好的管理工具 还有评论评级功能 方便大家可以进行讨论 和看到其他用户使用后的 宝贵反馈和见解 期待各位加入我们这个 AI Zoo的网站社区 第一个要推荐的AI工具是 Lunabot AI Lunabot是一款强大的AI工具 它可以将ChatGPT 集成到任何网页上 这意味着 在你无需离开当前页面 或打开一个新的应用程序 你就能轻松地在任何网页上使用 Lunabot ChatGPT的强大功能 你可以使用自定义命令来定制提示词 以实现各种功能 如翻译 汇总 语法修正等 例如 如果你需要翻译一个句子或段落 你只需要输入相应的命令 Lunabot就会立即为你提供翻译后的结果 同样 如果你需要汇总一篇文章 或修正一些语法错误 Lunabot也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些任务 除此之外 如果你在写作时缺乏灵感 不知道如何开始写出你想要的内容 那么 它绝对是你的写作助理好帮手 通过它的ChatGPT提示指令 能够帮助你提高写作水平 让你轻松搞定任何写作内容 Lunabot最引人注目的功能之一 是它与任何浏览器和网页的兼容性 今天不管你是使用 Google Chrome Mozilla Firefox Edge 还是任何其他浏览器 你都可以轻松的将它这个工具 集成到这些浏览器上来体验它的功能 还有不得不提它最好的一个部分是 你根本不需要有OpenAI API的密钥 或ChatGPT账户 你就能够使用Lunabot以上这些功能 虽然无需使用 API Lunabot也提供有免费账号 但是Lunabot还是会有一个基础收费配套 目前免费账号可以在每天提供30次使用权 然后它们的月费配套是从最低5.99美元 你就可以每月无限公平使用ChatGPT 但如果你们要使用GPT4 那么你就必须升级至高级或超级版的配套 现在Lunabot有提供特别优惠码给我们AiZoo的用户 在你们登录账号并进到这个Deal页面 进入到这个细节页面 点击一下这个按钮 你们就能看到它们所给的优惠码 拿到这个优惠码 你们可以获得20%折扣 而且是可以使用在任何一个付费配套 优惠有限 大家可以快点来领取 现在我先把这个工具下载到Chrome的浏览器 在添加和你打开任何一个页面后 在你的电脑右边框这里 就会自动显示了Lunabot的图标 点击后 第一次我们需要注册和登录账号 那我先来注册一个户口 在登录进来后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提示 快捷键里有什么功能 可以看到有翻译功能 文章统计 语法分析 总结摘要 网站分析 维基百科 重写内容和语法修复 旁边这里也可以选择 要使用GPT 3.5 还是GPT 4的模型 现在我打开的页面 是在前两个星期 我制作关于AutoGPT的视频 我尝试使用它 帮我做个视频内容总结 看看它是否能够 从我的视频内容 捉取到重点内容 那我选择Summarize 好 很快的 已经有了几个重点内容 那我先把它转换成中文 这里有少许步骤 需要先复制这段文本 然后粘贴在这个输入框里 之后选择Translate 再按回车键 在得出中文的翻译内容后 能看到 它确实捉到了 我这个视频里的重点 让你知道这个视频 是在讲些什么主题的内容 另外 我们也可以使用在电子邮件上 只要输入好 你想让它写的提示句子 然后 Highlight这个文本 选择 Rewrite 之后在这个弹出式窗框里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主题格式 我选择 Email 然后需要它扮演什么角色 还有最后一个 是需要写多长的信件内容 选择完之后 就可以点击 Generate 它就会马上为我们 写出一段 市场推销的电子信件内容 Learnabot 还有很多功能 大家都可以尝试使用看看 虽然现在许多浏览器 都有提供翻译功能 一般上每个单子的翻译都没错 但如果比较复杂的句子 在翻译上 可能就会出现有差错 和阅读上就是不通顺 一看就知道 是翻译工具会出现的口吻 那第二个要推荐的工具 是这个 OpenAI Translator 扩展工具 它是基于 ChatGPT API开发的 翻译扩充功能 特色就是更像人类的口吻 而且目前支援55种语言 可以满足多数人的翻译需求 那我们直接添加进Chrome浏览器 添加后没有直接弹出任何视窗 我们需要从 Extension列表 打开这个插件功能 虽然说 它是Chrome的扩充插件 理论上在安装后即可使用 但如果是初次使用 还是会需要用户输入 一组APIT 这也意味着 要使用这个工具 我们必须在OpenAI API页面 创建一组新的密钥 在你复制好密钥后 就粘贴在这里 往下拉一点 你会看到检测语言的选项 这个语言设定 就是说会根据你的默认的语言选项 来给你翻译 之后 其他的设定无需调整 记得点击保存 现在 我们可以正式使用这个翻译工具 它有几个不同的方式可以使用 比如 现在我有一段这样的英文词句 我只需粘贴我的句子在这里 然后按回车键 它就会自动帮我翻译这段句子 翻译成中文后 整个语法和所翻译的内容 是真确的 是的 在设定里 它是可以设定一个发音口述的功能 你选择添加声音的话 那么在翻译后 它会口述 读回给你聆听它所翻译的内容 来听听看 AI4网站提供最新的AI工具列表 让您轻松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具 和刚才的工具一样 今天就算我们在任何一个网页 我们只需highlight文本 之后 它就会自动翻译成 我们想要的语言内容 另外 你可以选择 polishing来润色文字 它会根据这段文本进行润色 再生成更好的文本给你 后面还有总结摘要 文本分析和解释代码 整体来说 如果五星是满分的话 我会给到有四星的评级 至少在专业的翻译功能插件上 它确实可以翻译到很精准 语法也很准确 而且 其他小功能也很好用 来到第三个 要推荐的工具 是这个 Audio Read 如果你是一位喜欢听内容 多过阅读的人 那么这个工具 你一定会爱上它 Audio Read 就是一款可以将所有的文本内容 转换成音频 然后通过播客应用程序 或在浏览器上聆听文章 PDF 或电子邮件内容等 目前 它可以使用在网络应用程序 浏览器扩展程序 iOS快捷方式 iPhone或iPad和安卓程序上 将文本转换为音频 它们目前只有一个收费配套 费用是一年89美元 然后每个月 你可以获得10万文字转换 和支持18种语言转换 虽然没有免费账号 但它们还是有提供 两个星期的免费使用 那现在 我先把它添加进谷歌浏览器 然后注册一个新的账号 在注册过程中 它会直接跳转到 填写付款账号的页面 但我们 无需填上任何资料 只需点击这个 Start Trial按钮 来到这个页面 我们先直接关掉这个页面 然后当你回到 Audio Read的页面时 其实我们已经成功登录进来 并且可以开始 试用它的功能 现在我正在浏览一个 金融网站的文章 然后我从插件列表里打开 Audio Read 你们可以看到 现在它已经自动 抓取了这个网站链接 那我只需点击 Add Article按钮 它就会帮我自动 将文本转换成音频 我们来聆听 这个金融新闻的音频 目前免费账号是 无法测试其他语言 只有付费用户 才能享有18种语言转换 在你登录进它们的主页后 你可以免费聆听一些 它们所推荐的播客内容 点进Playlist 就能查看 你所转换的音频内容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 分享或下载 又或者 你可以连接你的 手机博客应用程序 这样 无论你是在运动 搭捷运 还是做其他事情时 你也同时可以聆听 你喜爱的博客内容 非常方便 以上三个 就是今天我所推荐给各位的 AI工具 如果你对于今天所推荐的工具 是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们可以给我点赞 分享和订阅意乐学的频道 我们会持续找出 和测试更多的AI工具 感谢你们观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见 感谢观看